咱们大家在那个布展期间 包括在参展期间也一样 一定要提高警惕 把自己的这个贵宗物品呢 都看管好了 往往的时候呢 因为就是布展的时候比较混乱 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也不需要这个展商证件 就容易引起 就容易给这个小偷的机会 让他有机可撑 而且呢有的时候 我们的客人呢 就因为一干活 一布展一忙啊 就把自己的包啊什么 就放在一边了 总觉得可能旁边的人 会帮他照看一下 结果呢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包就被人偷走了 里面的机票也好 护照也好 钱也好 就都没了 所以说呢 咱们呢 从现在开始 从今天开始进到展馆了 咱们大家这个精神 就是要打起来 千万千万呢 要注意别丢什么东西 另外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咱们从咱们这个宾馆 到咱们展馆的这个交通的信息 一旦呢 就是说那个咱们 有客人说 落单了 自己没有坐上车 想自己走 或者是有 自己有其他特殊情况 想自己走的话 那您怎么 去到这个展馆 或者怎么从展馆 回到咱们这个酒店呢 从咱们酒店门口 就有一个公共汽车 叫五十一路 五十一路 这个五十一路汽车呢 能够到达咱们所在的 这个镇的火车站 咱们镇那个火车站呢 坐S3和S4 都能到咱们展馆 我看了一下 五十一路呢 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小时的零二分和三十二分 有车 也就是一个小时 有两班车 从咱们展馆 不是 从咱们那个酒店啊 坐五十一路 坐十八分钟呢 会坐到当地的这个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之后啊 您倒S3和S4 然后呢 方向是法兰克福城的方向 法兰克福城呢 咱们的掌管那一站 叫MESSE 叫MES 坐到那一站下车 这样就是说 我这么讲呢 您可能也就是说 记不太清楚 一旦谁要有这种情况的话 您提前问我一下 我给您的详细说一下 好不好 我详细告诉您 怎么走怎么走 另外呢 就着这个机会啊 我先把就是说 那个 咱们的一些那个 票啊 展商证啊 发给大家